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Jay是于2012年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他的博士研究工作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基因组稳定性和DNA双链断裂修复 毕业后Jay加入Single Instruments担任科学顾问 帮助实验室实现微生物菌株工程和药物筛选的自动化工作流程 2017年Jay担任Zermifacial Scientific的市场开发经理 对生物技术公司和药厂推广生物科学外发许可解决方案 Jay目前是在Twist Point Science旗下的Twist Point Pharma 担任业务发展经理 主要从事与生物制药开发商建立合作关系 来帮助大家加速治疗性抗体发现和优化的工作 好了 话不多说 让我们欢迎Jay 谢谢大家 谢谢云杰的介绍 也谢谢各位嘉宾 今天抽空来参加我们这次网络研讨会 是的 那我会花下面差不多30到40分钟的时间 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Twist BioScience 尤其是我们的BioPharma 有什么一些的技术 能帮助各位加速治疗性抗体发现和优化的工作 在讲我们 介绍我们Twist公司 我想从我们一个核心技术开始 因为每一个成功的公司都有一个 和其他公司不一样 与众不同的一个核心技术 那以Twist BioScience来说的话呢 我们的核心技术就是我们大规模 合成DNA Oligo这个技术 在一个传统技术上面来说的话 其他厂商都是用96孔版 不然就是用384孔版 那用制作出96个或者是384个不同的DNA Oligos 那我们Twist呢是研发出新的一个技术 用Silicon的一个platform 那这个大小呢跟一个96孔版也是一样 不过在这个Silicon platform里面呢 我们可以合成出100万个不同的DNA Oligos 所以基本上跟传统的技术上面呢 也是把这个throughput增加了1万倍以上的一个 这种的量 那我们又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核心技术 发展出一系列的一些解决方案 基本上有四大方面 第一方面在核生生物学 Synthetic Biology里面呢 Twist Bioscience有提供Clonal genes 有提供Oligo pools 那也是会用这些Oligo pools 来做所谓我们说的DNA Variant Libraries 那这个Libraries呢 也是对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对抗体的发现和优化 也是有很直接的关系 那再来呢 在我们的Synthetic Biology Portfolio里面 我们也提供一些DNA Preparation 还有一些 High Throughput IgG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的一些服务 在我们Next Generation Sequence里面呢 我们提供Library Preparation Kit 还有我们的Target Enrichment Kit 除此之外我们也提供很多的DNA NGS Panels Fixed Panels and Custom Panels 比如说像Exxon 像Mitochondrial 还有一些SARS-CoV-2跟Respiratory Viruses Comprehensive Viral Panels等等等等 我们也有提供Synthetic Viral Controls 这些也是去年的时候提供出来 对整个全球 对这个抗SARS-CoV-2 这个疫情呢 也是有提供一些贡献 那第三个呢 在我们Balpharma Division里面呢 我们提供两大方面的服务 第一个就是Antibody Discovery 抗体一个发现的一个服务 那第二个呢 就是Antibody Optimization 抗体优化 那在这个优化里面呢 我们也有提供人员化 Humanization 还有Affinity Maturation 两大方面的一个算是 Optimization里面的服务 那我们在今天 呃演讲的内容 也会多花点时间 讲在Biopharma里面 这两个服务的内容项目 还有一些呃优点 跟其他呃工资 可能与众不同的一个地方 那再来呢 我们Twist BioSense里面 也是有呃研发 利用我们DNA Oligos 做成一种Data Storage 尤其是做那种 Long-Term Archiving的 一个这个一个 比较前卫性的一个呃应用方面 那这方面如果有兴趣的观众 也可以自己去呃上网找资料 我们目前也是有跟啊 几家大公司 像微软啊 像Uminar啊 Western Digital啊 等等等等 来呃一起往这方面啊 做啊研究 好那我们来讲到一下我们 啊Biopharma这个Division 其实这个Division在 Twist BioSense里面成立于 也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时间也不是很久 但是最终最呃 致力于呢也是帮助我们那些合作伙伴 来加速抗体的研发的一些工作 那在Balofarma里面呢 我们本身是没有做Target Validation 那我们也是没有做下游的一些Pre-Clinical 或Clinical Development这样子的 但是呢我们致力于 研发出一系列的一个平台 跟一些工具来可以很快速的 很方便的很有效率的高质量的 做一些抗体发现和抗体优化的 这两方面的工作 那我也会就是花之后的一些时间呢 来讲一下我们是有哪方面的技术 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刚刚所说的这个Program Balofarma这个Program成立于两年的时间 也在制作我们平台中间呢 其实也是有跟很多的合作伙伴 都已经达成战略合作的一个关系 那所以我们在全球战略伙伴 大概有差不多14个左右 那也是有从那种很小的 startup biotech company 可能不到10个人的那种company 一直到就是国际的药体像takeda 那在一些disease indication上面呢 我们主动于oncology cancer therapeutics 还有immuno oncology 不过呢我们也是有提供像autoimmune disease 像inflammatory diseases 也是的 那在那种drug modality方面呢 我们完全就是提供 就是治疗性抗体的研发 那在不同的modality 当然也是有那种 traditional monoclonal antibody 不过我们也有支持像bispecific antibody antibody for t-cell receptor 还有vhh single domain antibody 所以呢我们基本上 在做抗体发现这个技术呢 也是用这种DNA 高通量的一个合成的技术 来制作出我们所说的 precision DNA variant libraries for antibody discovery 那我们用这种突破性的 一种DNA的技术来 来制作这种 antibody discovery libraries的话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第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文库里面 我们每一个base 都是很仔细的把它谱写出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拿到 有base by base的一个precision 那有这个base by base precision之后呢 我们可以很准确的control 我们的cordown usage 也可以control我们在整个文库里面的 一个overall diversity 还有这个amino asset ratio 的一个distribution 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 我们也知道在人体里面啊 尤其在heavy chain CDL3 这一块呢 它的那个长度是会变化的 那以传统的技术在制作 DNA libraries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不容易把这个 cdl的长度的变化 encode到我们的文库里面去 但是我们用一个新型的 这个就是我们用twist的技术呢 可以很直接很方便的 把我们在人里发现这个 这个cdl3 lens的长度的变化 把它encode到我们的libraries里面 我们也可以呃 encode我们的呃 antibody libraries呢 啊 on to multiple 呃 genline scaffold 或者是multiple antibody framework 呃 我们也可以 把不想要的啊 restriction site 跟不想要的一些啊 peptide motif 啊 从我们的library里面 很方便的把它全部都移除出来 那这些motif呢 移除出来之后 啊 总为言之 就是代表说 整个library的质量是很高的 里面基本上没有任何杂质 没有任何啊 我们不想要的一些sequences 那这样对我们一个发现啊 做一个抗体发现的一个 筛选的工作 会呃 的质量会大大的提高 那最后一点呢 我们所有的library 都是用我们的ngs 做一个validation的一个工作 来表现出来说 哎 我们这个每个library的质量 真的是我们的 跟我们想象 跟我们设计的是一样好的 这个图呢 是呃 在比较详细的说明一下说 呃 我们呃 是用什么样的一个concept 是一个方法 来制作我们一个antibody的library 那所以我们想象我们antibody的 这个这个是一个molecule的话呢 他基本上就是有啊 啊 assembly chain 跟 wolf chain 那这每个chain里面呢 其实都有三个 我们叫做hiker-variable loops CT-L1 CT-L2 咱�� CT-L3 所以呢 那如果我们把这一条线啊 把它想象说是一个 heavy chain 的一个sequence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有 C1,2,3 hypervariable regions 在我们制作这个 antibody libraries 的一个方法上面呢 我们就会print 谱写出一个三个不同的 oligopools 1,2,3 每一个oligopool呢 都会代表我们的 CDR的一个diversity 那之后呢 我们在用我们那个PCR的一个 similar stitching的一个方法 把这三个oligopools 把它stitch together 来结合起来 就会变成我们那个 最终的一个 抗体的一个发现的一个纹固 那用这种方法来制作 我们这种抗体纹固呢 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因为我们每一个oligopool的 一个sequence 都是直直细细的 把它写出来的 所以整个一个oligopool呢 可以百分之百的match 完全符合 在自然界人体看到我们的CDR的一个repertoire 第二个 刚刚说过 有很多不想要的一些 peptide motifs 可以把从这个序列里面 全部都拿出来 那拿出来的话 对下游一些manufacturing的一个工作呢 就会更好地进行 因为这些motiv很多都是会对下游的一些研发 可能有造成一些好的威胁 像这些isomeration side cleavage side deamination side 跟conciliation side 都会对下游在做抗体 在做大量的制作的时候 可能都会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那第三个呢 假如说我们想要把这个文库里面放进 特别的一些sequence motifs 的话 我们也可以很方便的把它制作出来 我们其实是用这个技术 待会客户也会听 您也会听到 用这些技术 来做出一序列的 对一些比较很难找出药物的一些把点 来针对性的做出这些一些文库 好 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们这个 用这种方法做这种 就是抗体文库的话呢 真的是有很多跟其他 可能公司不一样的一个好处 第一个 每一个library 每个文库里面的variant 是保证有很好的uniformity 那在这个样本里面呢 我们是做 heavy chain CDR3的一个variant 里面总共有差不多一万个 不同的一个variant 不同的sequences 那每一个点呢 就是代表它的一个variant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除了少数有些是在 被overrepresented 跟underrepresented之外呢 大部分 majority of这些variants呢 基本上都是 是有even representation right insure of even uniformity 那有even uniformity的话 对我们下游在做一个session的工作的话 基本上就是会更是时间会更提高效率 那二来呢 刚刚也有说过 我们也是可以很容易的把一些CDR的长度的一些variation呢 encode在我们这个库体的文库里面 那这个也是一个范例 在这一个libraries里面呢 我们基本上也是有就是amino acid 从两个amino acid 一直到14个amino acid这个长度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也可以很准确的把我们最终的这个变化呢 encode到我们这个libraries里面 好那我们Twist Biopharma这个division成立出来呢 其实我们最终的一个愿景 就是要帮助 就是要 就是develop 我们所说的文库组合 或者是英文所说的library of libraries 那用这种文库组合呢 就是最终目的就是帮每一个不同的合作伙伴 针对每一个不同的把点 都会有很有效率 很高效率的 能找到这些county的一些candidate 但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这个industry里面 也是有很多用这种dna variant libraries 来做discovery的一些公司 这些公司们呢 他们基本上就内部只有一个library 或者是顶多两个不同的library 不同的文库 针对每一个不同的客户 不同的把点 不同的项目 一直重复使用 这一两个library 来做一个discovery的一个project 那这个的问题呢 就是说如果最终这个找出来项目的结果 它会针对这一个library的质量 跟它的一个英文叫做深度 的一个breath and depth而受影响 那我们Twist Bar Farmer呢 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技术 可以制作很多不同的文库 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 就是要做出我们的文库组合 或者是library or libraries 所以您能想象到最后 我们是有一个96的空板 每一个空板里面都是一个不同的library 每一个library呢 都是针对不同的一个rational 针对不同的那个database 不同的把点来做设计 把它设计出来的 所以当我们一个合作伙伴 跟我们说我们有这个把点 想要筛选一些county出来的话 我们会看这个把点的特性 而选出一个library 或者是二三四 不多个不同的library 同样时间来做这种session 除了质量提高以外 我们同时用不同的library 来做session的话 也可以增加我们这个 antibody sequence base的一个coverage 所以总而言之 也会提高我们找到 很高质量antibody candidate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这一个program 只是成立两年嘛 那所以我们当然也没有 一百多个不同的libraries 已经研究好了 不过呢我们现在手边 也差不多有差不多14个 15个16个libraries 都已经被研发好 已经被制作好 随时都可以帮我们的 的合作伙伴来做一个抗体发现 的一个工作 那其实这个libraries呢 每一个library都是有10个十字方 的一个diversity 那基本上呢 这些libraries有分成两类 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就做 general purpose library 这些libraries的话就是对 很多不同的把点都很适用的 那我们还有另一类的libraries呢 我们就做target class specific libraries 所以这些libraries就是针对一些 比较难找出来药物的这些 把点像gpcr 像iron channel 像carbohydrate 来给它特别设计出来的 那我会花下面的时间呢 讲一下我们的hyperimmune libraries vhh libraries 还有gpcr libraries 同时呢我们也会 陆陆续续推出新的libraries 出来 那在短期呢我们也会 推出新的三个新的libraries 比较特殊的就是 第三个libraries吧 我先提一下 就是说这个libraries呢 其实是一个human antibody libraries 不过在这个heavy chain CDL3 这个region里面呢 我们是把它放进了牛的 heavy chain CDL3 因为我们知道牛的 heavy chain CDL3 比人的heavy chain CDL3 的长度长得多很多 那所以在这么长度呢 可能也会有一些 很好的一些 therapeutics的一些potential 我们可以来 来做正进一步的了解 所以呢当我们有这一些 推出新的libraries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各位保持联络 有新的资料也会分享给各位 所以有这些libraries出来的话呢 其实基本上我们的合作伙伴有 两种方式可以跟我们 就是来access我们这些libraries 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如果客户本身 他们内部有可以做一些 phage display的一个方法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libraries phage ready library寄给客户 那客户可以直接就是在内部进行 他们做自己的一些 就是研发的一些工作 那二来的方法就是如果我们的合作伙伴 本身里面没有这些capacity 或者是没有这些expertise的话呢 那他们可以就是我们合作伙伴 可以跟我们讲说 他们是想要筛选是哪个把点 那我们TwistBow Pharma里面 可以帮我们的合作伙伴 做这个discovery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服务 那在我们这个项目的服务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 当我们知道八点之后 我们会选择是哪一个library 或者是多种不同的libraries 来做session 那基本上做panning跟screening的session 发了两周的时间做完 再花一周的时间 用ngs跟sanger来做sequencing的一个identification 找出这些hits之后呢 我们也会做把这些dnafragments sorry antibodyfragmentsreformat 变成4lent IgG 然后给它做plasmid preparation 来做high throughput的IgG的expression 给一个purification的一个工作 找出一个纯化过的这些抗体呢 就可以做一些high throughput的一些binding assay 还有functional assay等等等等 所以这样一个过程 整个只要花差不多八周的时间 就可以帮我们的合作伙伴完成 合作伙伴会拿到一系列的一些antibody sequences 还有他的一些binding affinity啊 还有些functional data 所以合作伙伴能能了解说 拿这个序列可能是很有潜力 就可以做拿到下游去做 他们内部自己的一些研发的一些工作 好 那我讲一下我们这三个library上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hyperimmune的library 来来介绍一下 这个hyperimmune libraries呢 是我们的45library 是有heavy chain跟light chain分开的 那特殊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cdl3的里面呢 我们incode250万个不同的人体的 heavy chaincdl3的一个序列 这个序列呢 就是从我们的ngs data 从我们的human naive跟memory b cells 把它拿出来的 所以整个250万的序列 放在这个 这个我们叫做hyperimmune libraries里面呢 基本上这一块的diversity 就是已经很有趣了 那我们这个library做完 也是有做两个version 第一个就是original version 第二个version的话呢 我们是把这个light chain replace 变成common light chain from这个antibody drug 叫做trastizumab 那这个common trastizumab light chain这个version 其实是对我们有些合作伙伴 要做bispecific antibody 的一个发现的一个项目呢 是会有蛮好的帮助的 那再来呢 也说过我们可以很容易的 把这个cdl3的length variation 把它放到我们的library里面 那在我们hyperimmune library 这个series呢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那坐在在heavychaincdl3里面呢 我们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length distribution 这个distribution就是跟我们 based on我们这个ngsdata 在我们人体里面bcdl里面extract出来的 好那我们也是用这一个hyperimmune libraries 对这个把点cd3e做一个panning 跟一个screening的工作 那工作做出来之后呢 我们也找到一个candidate 这个candidate tb56-05呢 它对人的cd3e跟那个圆 sino的cd3e都是会有相互作用的一个关系 那要找出同样一个抗体啊 对人的跟圆的cd3都是有interaction 其实这个机会是不太容易的 那所以呢我们能找出来 有一个抗体 对这个人跟圆的cd3都有相互 就是interaction的话呢 代表说我们这个hyperimmune libraries里面 真的是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一些sequences right 能对比较这个cd3e 比较特殊的一个epitope 能能做一些interaction 做一些binding 好那再来呢我们 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vh single domain libraries 那基本上我们这个vh 这个libraries呢 制作出来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vh 这个single domain antibody 本身就是有一些很好的therapeutic 一些potentials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vh这个抗体呢 本身比人的抗体是小很多 它是从陀 从Larma那边体验出来的 本来就是小很多 那在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就是vh的antibody里面呢 小的话它就表示它比较stable 它可能比较有机会去access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epitope 那在做一些manufacturing的时候呢 可能也会比较方便一点 所以在这个企业界啊 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对这个vh 这个antibody也是很受到比较大的关注 那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也是制作出四个不同的vh的libraries出来 那不管是哪一个library 我们基本上都是针对同样一个sequence database 就是都是从拿出很多2400个不同的cdl sequences 从Larma 从原的这个 从这个陀的antibody的vh sequences 把它拿出来做 第一个的library我们叫做vh ratio 就是说呢 我们看2400个不同的cdl sequences嘛 那我们可以了解说 它们在每一个position 每个amino acid position 它的一个variation 都是有不同的几个amino acid在里面 那我们了解之后呢 我们就做一个就是 在每个position 做一个randomized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们才叫第一个library 叫做vh ratio 来做出我们的一个 就是vh的一个library 那这个library呢 是放在我们的Larma的一个framework 上面做出来的 那第二个library呢 我们做出来的叫做vh shuffle 那同样也是针对 同样的lama的一个cdl的sequences database做出来 不过这次呢 没有在做在每一个amino acid上面的一个 看这个position的variation 而呢我们是会保持 它原本cdl的natural sequences 保持它不变 而是cdl跟cdl的组合上面呢 做一个random shuffling的一个工作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的所有的cdl sequences 都是natural 都是在自然界里面看到的 那这样子对 有个理论来说也是说 会比较有高效率 找到一些high affinity binders 好那第三个library 我们叫做vh h shuffle human shuffle library 其实跟第二个 shuffle library做法是一样的 也是保持它cdl的natural sequences 而是cdl cdl之间sequences里面的系列呢 做一个random shuffling的工作 那跟第二个library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human shuffle的话 就是把这些cdl放在我们partially humanized的一个framework 叫做dp47这个framework上面去 那放在这个humanized framework上面去的理论呢 就是说可能会降低我们immunogenicity的一个危险性 也会提高我们therapeutic development的一个有效 好那讲到第四个最后一个library呢 就是我们的vh h shuffle hi hi stands for hyperimmune 那第四个跟第三个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说 在第四个library里面 我们也是用shuffling的方法 cdl shuffling的方法 也是在我们这个humanized的那个dp47这个human framework上面把它制作出来 唯一不同的就是在cdl3这一块呢 我们不是用tort的cdl3sequences 而是用我们刚刚之前在hyperimmune里面提到250万个人类的heavychaincdl3sequences 把它全部放到这里面 所以这个第四个vh human shuffle hyperimmune library 其实是的diversity真的是很有趣很有趣 基本上除了cdl1跟cdl2以外呢 整个sequences都是已经是从人类体链出来的vh的一个library 好那我们也是针对这个library呢 做了一个proof of concept的一个study 对我们这个把点叫做tigit 那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说呢 用这个phyship的方法做了五个round的一个panning 也找出差不多50个左右一个unique hit 把这些hit看出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每个hit library的hit出来呢 他们的cdl的长度的一个diversity的一个distribution 基本上都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也代表说每个library都是有它自己的独特的特性 那总而言之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affinity来说 总共有找出来差不多140个左右的一个binder 来针对这个tigit 那也是有差不多50个左右呢都是有很高的affinity 在100个nanomotor以下的一个binder 那因为去年啊我们也是有这个这个疫情嘛 那所以我们也是拿我们的vh library对我们的sauce cov2来找出一些抗体啊 针对这个s1 protein找出一些抗体 那我们也是用我们的human shuffle library 用我们的human shuffle hyperimmune libraries 来做这个s1的panning跟screening 那也找出了差不多100多个unique一些clones 这些clones找出来panning screening之后呢 我们也把它reformat变成FortLength IgG或者是FortLength VHHFC 然后我们在BioFarm里面有可以用这种cultera LSA这个这个仪器呢做高通量的binding affinity的一个session 那所以也可以看到呢在很多不同的找出来的抗体里面呢 也是有很好的一些binding affinity 那不只是这样啊我们也是有做一系列的一些 我们下个问题问题就是说 那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这些抗体对吧 可以可以可以bind到s1 protein里面 那它可不可以预防s1跟我们的 the ACE2它那个receptor的一个interaction呢 那结果是对的啊 我们这些资料就是说 我们用我们的VeraE6这个human cells 它本身呢就是在它的cell surface会express 这个H2 receptor 那s1 protein就会bind到S2 receptor 那所以我们用这种assay就发现说 我们很多的抗体都会完全inhibit 预防禁止这个s1 protein binding to the VeraE6 cells 那也是在去年年底呢 我们也是拿其中两个到三个top candidate 做一些就是临床前的一些实验 那尤其是把这些antibody呢注射在这个hamster里面 那发现说这个有其中有两个抗体啊 就是tb202-3跟202-63 那很有效的预防这个hamster啊 去lose weight 体重减轻 因为体重减轻呢 就是在受到这个sars COVID-2 这个virus感染之后 这个很正常的现象啊 这个hamster都会很大量的减轻体重 不过呢 我们发现这有两个这个candidate 会预防这个hamster啊 会让他体重减轻 所以呢 这两个candidate也是一个 对做这个治疗sars COVID-19 这个问题呢 也是会有很大的一个效益出来 好 那我们再来要讲的就是 最后一个library想跟各位介绍的 就是我们的gpcr的一个library series 那我们做出这个gpcr library的一个concept呢 initially我们是想说 是看到一个2014年出来的paper bylude et al 他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啊 他是说 他知道我们这个gpcr 对吧 跟他那个ligan cvx15 是有一个相互作用的关系 那这个作者就问哦 如果我们把这个peptide 这个ligan的peptide 把它graft 把它移植到一个牛的一个antibody 的抗体上面去的话 那这么一个牛的抗体 现在会不会跟gpcr有一个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之后 会不会影响这个gpcr的一个function 那他研究出来的结果就是是的 把这个gpcr的ligan 移植到牛的抗体上面的话 这个新的抗体就会interact abind to gpcr target cxcr4 那也会影响他的一个function 所以我们就说好 那我们就用这种方法 那倒不如把所有这些peptide motif 跟gpcr会有interact的一些motif 全部都把它挑出来 那把它移植到我们的抗体的文库上面里面去 来做一个gpcr的一个抗体的发现的一个文库 那这些motif可以从哪来呢 基本上就是可以从 像kemokine 像helicopactide 还有一些loopteptide 那有些gpcr 它本身也会self-interact 所以我们也是把这些motif把它提炼出来 那当然也是有一些gpcr 它本身我们已经知道 会有些抗体 它本身也会interact with gpcr 也是会把这些motif把它挑出来 所以挑了总共有10万个不同的gpcr 那再来呢 我们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基本上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来找出antibody的framework 还有heavy chain CDL3的sequence 因为这个sequence要比较长 才能support支持这些 就是extra这些motif gpcr的一个表达 一个表现 所以呢 我们花了也差不多比较久之前 最终呢 也是决定了两个heavy chain framework 三个light chain framework 还有五个heavy chain CDL3的sequences 来支持这个10万个不同的gpcr 那做出来之后呢 我们也是针对 这个把点叫gp1r 也是一个gpcr 来做一个proval concept 一个工作 那很欣慰的 我们也是找出来一个candidate 叫做tb01-3 他在比较低的一个concentration的时候呢 他会对gp1就是他的ligan 跟gp1r做一个inhibition的一个工作 在高的一个浓度呢 他们就会完完全全 这个candidate就完完全全 会inhibit这个gp1r的一个activity 那我们呢 也是会把这个candidate 做一个就是小鼠上面的一个实验 发现呢 因为这个gp1r本身就是对glucal metabolism 会有帮助 会代谢我们就是体内的糖 那我们发现呢 小鼠里面呢 当注射这个tb01-3之后呢 它这个里面的糖的成分 glucal成分都会很高 维持都很高 所以所以就代表这个tb01-3呢 是一个gp1r的一个antagonist 会影响他的一个function 那在我们也发现说这个county啦 这个candidate在老鼠里面 他的half-life也是很高的 基本上可以维持差不多 一个礼拜的时间左右 第二个version 就是of the gpcl libraries的话呢 就是我们我们说我们内部称为 叫gpcl3.0这个library 那这个library的制作方法 就是没有把什么 其他的binding motive 放到我们antibody里面的sequences了 而是呢 我们就是很 就简单的找出我们 所有的county 已经会知道对gpcl 会有相互作用的一些county 总共有61个这样的county 针对22个不同的gpcl的target 把他们的sequence全部挑出来 然后在cdr呢 做一个shuffling的一个工作 那shuffling的话呢 我们也是有选择几种不同的light chain 跟heavy chain的framework 来把它这个整个文库把它做出来 那做出来呢 我们也是有做一个session的工作 说针对这个gpcl target cxcr5 那也找出一个candidate tb83-107 他对这个cx5呢 也是有很高的一些winding affinity 好那介绍完这一系列的文库啊 这个也是可以对我们一些合作伙伴 针对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拔点 做一些county药物发现的一个工作 那在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提供我们合作伙伴 对一些county做一些优化的工作 因为很多合作伙伴 他们内部也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研发技术 他们可能已经有一些county的一些candidate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往下游继续做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我们这些合作伙伴呢 也可以给我们他们的county的一个的序列 那我们也可以帮他们做一个优化的过程 那做这个优化的方式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啊 因为我们内部twist里面呢 是有一个很大的人类的 county的一个序列的一个database 那所以我们也制作出一个 就是propatory software 那所以当我们接收到我们客户 就是合作伙伴的county的序列的时候呢 他会针对我们后面的database 找出相符合的cdr的sequences 我们也可以自己define 我们一个mutational space 在这个mutational space 许可的范围里面 找出所有相符合的人类的 antibody cdr sequences 那用这些sequences呢 我们也会把它全部重组做一个shuffling的工作 做出另外一个custom libraries出来 然后把它再经过刚刚那个八周那个discovery cycle 找出一序列的antibody sequences 那这些antibody sequences的好处就是说第一个他们全部都是全人的antibody sequences 那第二个呢这些sequences也是完完全全都不会有一些downstream的一些manufacturing的一些liabilities的一些mortis 像我刚刚所说过的 而且目标呢 基本上就是在做人员化的方面呢 就是会保持就是affinity 有时候还会improve the affinity slightly 也会保持所有的epitope binding 等这些原本的一些特性 所以呢这个也是讲说我们这个流程 第一个当我们的合作伙伴给我们的sequence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刚刚讲到那个软件里面去 软件里面去之后呢我们也是会define我们的mutational space 然后之后呢这个软件就会给我们一序列的ctr的sequences 那我们用这些sequences我们会给它重组 然后做出一个custom library出来 然后再来做一序列的一个panning跟screening的一个session的一个工作 来找出a set of sequences with the improved performance 我们也是有一个proof of concept study 拿出一个parental antibody 他们原本有325个nanomotor binding affinity 这个target是一个pd1 那经过我们这个tel这个antibodyoptimization platform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affinity improve by 72 fold down to single digit nanomotor binding affinity 那这个optimized antibody呢 比已经在市面上的就是针对这个pd1这个body的antibody的binding affinity还高很多了 好那我们刚刚也说过在我们制作这一序列的一些文库的时候呢 也是做了很多proof of concept的一些studies 那也是找出一系列的一些抗体了 针对比较有潜力的一些把点了 找出这些抗体来 那所以如果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本身不想自己做一些发现的一些工作 他们本身可能就对ACD3有兴趣 对吧 或者是对这个Adora2A这个target有兴趣 那我们也很乐意跟这些合作伙伴谈 要怎么把这些我们的一些抗体的一些candidate out license给他们 他们in license进来直接做下游的一个发现 做下游的一些开发的一些研究工作 好那最后再提一下 就是说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是可以帮我们这些合作伙伴提供那种高通量的抗体的一些存化的一个工作 这个目前是我们的一个alpha product 不过重点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antibody fragments都clone into 就是做一个就是DNA synthesis的一个方式 然后再来呢 我们会用一个不是就用24不然就是96孔版把它的表达出来 表达出来之后呢 会用一个one step affinity purification protein A这个purification这个工作 把它purify存化出这个抗体 那这好处就是说呢 我们会拿到差不多几百个microgram的purified的一个antibody 那对我们一些合作伙伴有很多不同的抗体呢 他们要做比较初步的一些session呢 其实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的 好那就是这个就是想要总结一下了 最后两个slide总结一下 其实啊我们这个biofama program里面呢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优势啊 跟其他其他一些公司啊 在同样这个这个企业家不一样的一个优势 第一个优势就是说哎 我们呢是有我们所说的文库组合 library libraries 不只是一个library 是有很多不同的library 针对每个不同把点的特性 针对每个不同的design rationale 来设计出来的 那这样子的做法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cover the county的这个序列的一个space right sequence space 只是是比其他任何的公司都还广的 那那么广的话呢 就是有给我们更多的机会 能找到更高质量的antibody的一个candidate 针对你们所想要的八点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在我们所有的libraries里面呢 每一个序列完完全全的都是精心设计 把它写出来的 在这个library里面完完全全 有一个随机的一个意思出来 每一个我们的DNA library 都是针对我们的human repertoire 来把它做出来的 那所以找出来的一些就是抗体的序列了 在做下游啊 在做临床前啊 跟临床的实验也会节省时间啊 也会节省成本 那再来呢 我们把我们里面很多很重要的一些processes 来像我们的library preparation啊 像我们的panning跟screening啊 还有reformatting into four-length IgG啊 还有很多像functional跟infinity testing啊 所有这些步骤全部都给他啊 给他自动化了这样子 那这样子呢 你会导致说我们所有的一些啊 就是啊的项目制作出来的质量都是最高啊 最稳定啊 最consistent的 而且做出来的时间也会更快更短 好 那这个是我最后一个啊 slide啊 想要总结一下说 有哪几种我的 如果客户就是我们合作伙伴感兴趣的话 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来跟我们做 可以合作 第一个方法 如果我们合作伙伴内部本身是有能力做啊 啊自己的一些discovery的一个啊工作 第三呢 就是有些合作伙伴他本身 已经有一些自己抗体的一些candidate出来了 但是他想要做一些优化的工作啊 啊那我们的啊 twist biopharma这个team 也是可以帮这些合作伙伴做抗体的优化 用我们的tel right twist antibody optimization platform 那第四个呢 就是说哎 在呃 刚刚也有讲过 我们在制作我们这些platform 这些我们这些文库中间呢 也是有找到很多一些呃candidates for antibody candidate 对很多比较特殊的拔点 找出一些candidates 所以有些合作伙伴想要 跟我们in license这些candidate的话 那我们是也很乐意跟这些合作伙伴谈的 那第五个呢 就是说哎 有些呃我们的合作伙伴 他本身也是自己想要设计自己出来的library 那我们twist bioscience 本身也是可以帮这些客户制作出custom library 把它做出来啊 那做出来的话 我们的biopharma team 也是可以帮这些合作伙伴做个session的工作 如果这些合作伙伴想要我们做的话 那第六个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high throughput igg production 也是刚刚提到就是啊 可以很很方便的帮我们的客户们做高通量的 igg 抗击的一个存化的一个功能 一个服务 好讲到这那就也是谢谢各位呃 呃老师呃各位博士呃各位呃 呃观众的时间 那我现在把这个平台交还给云杰 呃非常感谢Jay的精彩分分享啊 内容是非常详尽的 呃现在呢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q&a环节 呃 请您注意啊 就是如果您有问题呢 是一定要放在q&a的框中提出来 而不是在chat里面 呃我们收到一些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呃第一个问题是我要如何选择适合我项目的文库啊 请Jay来帮解答一下 啊好 谢谢文杰 是的啊 我们刚刚也说过 我们其实在bfama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文库 那在选择哪一个最适合的文库上面呢 其实我们是一个呃 但我们知道您要呃 要筛选的拔点之后 我们看这个拔点的特性 跟您讨论啊 来一起决定出哪一个文库 或哪几个不同的文库是最适合的 那呃 所以决定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呃 用这几个文库来做一个筛选的一个工作 嗯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克隆的表达水平是多少 这些克隆表达良好吗 啊是的 对因为呃 呃我们呃在做呃 呃 在做筛选的之后啊 筛选出来之后 我们都会呃 把这些antibody的fragment 把它变成呃 Full length IgG 那用Full length IgG之后呢 我们存化过后之后 也是用呃 刚刚我有提到一个Cartera LSA 做一个呃 在市面上已经上市的Cartera LSA 所以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呃呃 筛选过的Cartera LSA呢 基本上都会跟Tartera LSA 有一样好的表达 或者比它更好的一个表达 呃 的一个内部算是我们一个Internal的一个Cartera LSA 所以呃我们给客户呃 合作伙伴一些序列啊 这些Cartera LSA的表达 基本上都是啊很好的 是的 好的 谢谢呃 呃 我们您我看一下 现在是10点 我们今天进入最后的一个问题啊 呃 您是否对克隆做大规模存化表达如何 啊 是的 对我们目前啊 是在Balphama里面呢 是没有做呃 呃 本身是没有做就是比较大规模的存化 就是这个呃 理智量比较大这样子 不过我们是呃 呃 在一些比较有promising的这些例子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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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我们的会议上呢 不进行更多的问题的提问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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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演讲嘉宾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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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想呢再次提醒大家 就是在我们的会议结束之后呢 您会被转到一个非常简短的 这么一个调查的一个page 有这么一个调查页面 我们是希望呢 能这样用您一分钟的时间 您的这个反馈啊 对我们确实特别重要 好的 感谢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网络研讨会 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呢 对您的工作呢和研究有帮助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